明心见性 超越二元 误入原本的真实 这是一部从思维模式的角度 来探讨佛法真谛的书 其核心思想 是超越二元 超越二元即是禅 这叫一元即原明 原明即一元 反之 无明即二元 二元即无明 作者认为 迷者二元对立 即心即直即旺 实为边界 觉者超越二元 即心即离即真 入不二法门 也就是说 超越二元不是中庸或折中 而是中道 是统领 既然是统领 则必尽空 不但宗通教通 大小成通 更是世诸佛教通 如是妙礼 妙礼也 人人皆知 不二法门 但谁人能参透 所以啊 礼虽妙 然若无亲身体验 却又难解其中位 不去汉堤河下土 怎知历历皆辛苦 不去修正自身观念 只做知识上的言语更新 最终只能是 嘴上说空说有 妙嘴生花 一身佛器 一事无成 或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吃教一般 掏空了佛法正见的内壤 冲上吃的内涵 一路地吃下去 吃掉一切信仰 到头来只剩下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学习佛法不同于学习佛学 佛学是纯理性的知识思想 是形而上的形式逻辑 如同学一门哲学 佛法是实践理性的体验与感受 是形而上与形而下 坚而有之的情感逻辑 直觉逻辑 如果算是逻辑的话 如同学一门艺术 这好比学钢琴 教本教材只是指导 基本功 练习曲却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一切重在实践和体会 所以教本要一本本地练 无捷径 一切要依靠名师的指导 与自己精进加悟性 禅 既是一种思维方式 又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既是一种精神境界 又是生活常识和薄弱智慧 既是念念无知 常念本性的出世的见地 又是有恩有义 大爱大悲 大愿大情的世间修 世间行 禅的风骨就在日用中 禅的实相就是 规规矩矩唱戏 老老实实做人 超越二元归于本然 本然如是 即原本的真实 亦如行云流水 自然普直 平常平时 平凡平淡 今人学佛 缺少的并不是资料 明师与聪明 而是缺少像本书作者 李新华先生这样的诚信 实信 怨力 勤奋与默默耕耘 这令我这个老参 也不得不佩服 新华先生求佛修行近三十载 也曾习缠参话头 也曾雪山西域学密宗 也曾饱受南国的入属与酷热 也曾饱尝北国的冰雪与寒风 老天不负有心人 终体悟出超越二元的礼数与纸趣 并将心血与体验化为此书 十分难得 而每当我翻开此书 但见严密的逻辑 与实修的苦乐在交响 出世的见地 与入世的体验在倾诉 一切似乎在说 喝粥去 吃茶去 品味人生 明自新 观自在 觉悟有情 建军 2015年2月 前言 在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是以物道为人类的最高思想境界 道文化是整个传统思想的核心 我们的先贤圣哲们甚至认为 只有物道才能数得 而若为物道其所谓的德是不究竟的 道德 先有道才有德 所以在传统的教育中 学道理的权重要大于学知识 懂得了道理才有格物置之 兼济天下之德 那什么是道呢 道就是指宇宙生命的究竟本质 佛家称之为真实实相 道家称之为道 用现在的话说 道就是原本的真实 就是绝对的 永恒的 终极的真理 就是原本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的如如本然 那么物道或得道 有什么意义吗 物道得道才能数得 德道多注 失道寡注 物道才有厚德载物 在道之万德中 最重要的德 就是心灵的解脱 人何以为人 这话问的也许有点突然 或者说 何为人之人格所在 作为宇宙中的高级生命 其高级所在 其高贵所在 其荣耀与尊严所在 就是在于人拥有 得天独厚的心灵 心灵是人类高于 其他动物的标志 有了心灵 才有了人格 然 自从人们拥有了 这颗骄傲的心灵 亦好像在心灵中 埋下了如影随形般的 种种烦恼苦痛 心灵的苦痛 在人的一生中 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以轮回的形式 反复出现的 它不仅是我们祖先已受 我们自己正受 而且是我们的后代 还要将受的 千古人生的辛苦 佛家说 心灵苦痛的原因是无明 即不明了真相 一个人若能明了真相 他的内心就不会有痛苦 不明真相和心灵苦痛 这两个关键词之间 有什么联系吗 现代心理学认为 人类心灵痛苦的表现形式 是内心的冲突 即二元的对立冲突 也就是说 只要人们的内心 存在着二元的对立和冲突 心灵的痛苦就无法去除 看来 心灵痛苦来自于我们通常的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二元模式也肯定不能承担 心灵苦痛究竟解脱的任务 以二元模式为方法论的哲学告诉我们 二元模式只能表达事物的相对性 相对论 相对的理 而无法表达绝对的真理和真实 也就是说 二元模式不支持对绝对真理的体验 把握和觉悟 不明真相和心灵苦痛 全都将其原因 指向了我们通常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自身进行反省 看看二元模式自身存在着 哪些结构性的不足 进而以超越二元的思维模式 去把握原本的真实 悟道而实现心灵的解脱 人类发展至今 经常可以看到 惯以社会文明进步之评价 而文明之称谓 是相对于野蛮之丛林法则而生的 那么人类的文明进步在哪里 人类内心的丛林法则改变了吗 我们看到的现今社会 物质文明 使人们脱离了丛林的学区 走入了水泥公寓 从草堆走上了席梦斯软床 手中的工具 也由从冷兵器变成了核武器 但人们内心之丛林法则 并无明显之进步 反而是核武器的存在 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种族灭绝的危机时代 这是为什么呢 其原因之一 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始终是人类发展中的主旋律 内心中的二元冲突 必然会反映出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必然会造就二元的行为准则 非此几笔之丛林法则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的石碑上 用多种文字 眷刻着一句话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 物故需于人之思想中 筑其保卫和平之屏障 消除对立冲突在于超越二元 虽然在东方古老文明的思想中 早就存有超越二元的智慧 但只是以道禅的形式 得以保留和传承 缺少普世性的教育 好在我们人类心之贵 在于人贵有自知之明 正如佛陀所说的 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下 我们人人都不缺少圣人那样的智德 我们人人本自具足的 与圣人无二无别的智德宝藏 就是我们的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在于反省 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到了 向孔圣人要求的 每日三省五身 但世人就一定会常常自省 只是我们平日里的自省 都是在二元模式的结构内做文章 都是二元的知识上的更新 和观念上的更换 却很少有人会真正的反省一下 我们的思维模式自身会有什么问题 佛法之所以伟大 就在于它引导我们将自知之明 用在重新审视我们的自心 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自身上反省 以明了二元模式自身 所造成的误判和错觉 以求获得超越二元的证件 进而超越二元 直接把握自心本然 觉悟生命真相 从佛法宣说的解脱之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切平等不二的剥弱智慧 可以看到不取两边的中观正见 可以看到诸法无我的超越 可以看到二元分别寂灭的涅槃 这些宣说都是在引领我们超越二元 引领我们通过超越二元 来把握宇宙生命真相 实现心灵的究竟解脱 世界和谐从新开始 本书寻着佛法的思想脉络 通过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自身的反省 从超越二元的角度 探讨了佛法的认识论 方法论及心灵解脱的实践 为佛法学习者 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篇 生命中的苦与痛 一 生命意志 宇宙就像一部涌动机 以无穷无尽的动力 驱动万物生烟 催动有机生命的繁衍进化 涌动就是宇宙的意志 万物之运动 万事之变化无常 是宇宙涌动意志的规定 万事万物也以不停的运动变化 来体现宇宙的本能意志 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生与死之轮回交替 生与命之同存并网 生就是出生 繁衍 演化 命就是生存的历程 是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历程 宇宙万物皆有生死 也皆有生命 一切变化着的物都具备了生命的特征 生命通过变化着的物来体现 变化着的物通过生命来进行描述 每一次的质变都意味着一期生命的结束和死亡 同时 是新一期生命的诞生和延续 这就是宇宙意志的规定 又称为生命意志 是它驱动着生生不息 生死轮回 二 生存意志与心灵意志 一 生存意志 人的一生 从孕育 出生 成长 繁衍 衰老至死亡 都在不断地重复演绎着万事万物 游生至死的生命规律 传畅着刹那生灭 分断生死 生灭永恒的宇宙涌动意志 生存 是人作为物质的有机体的真实存在 而这个存在 必然的有好生物死的本能 必然有占有其他物质的本能 好生物死的本能 保障了人存在的安全性 使人下意识地躲避危险和危机 占有其他物质的本能 是人必须要吃 要睡 要性的必然 这生存的本能称为生存意志 生存意志 驱动人类为安全和战友去奋斗和竞争 体现着人类无止境的贪欲 私欲 不断地土固纳心 不断地战友 人类种族的生存意志 驱动人类为完成人类生命的永续 而去性爱和繁殖 以生生不息来体现永恒 与时间一笔长短 人们在歌颂生命的时候 为了脸面 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贪欲和性爱的标签 代之以奋斗和爱情 奋斗是向着有所得的方向发展的 永无止尽 永不满足 永不停留 这叫征服自然的美 是向上的美 天天向上的美 是永不停留的美 美到梦里想的都是再多占有些 正因为这向上的意志 才使得人类从学居走进了公寓 从生食走进了酒家 从草堆走向了席梦思软床 爱情是生存意志 在种族延续层面的体现 是人类原始的性崇拜的演化和异化 歌颂情爱 都是歌颂生生不息 代代相传的永恒的存在 永恒的美 生存为动机 意志为动力 驱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 还是咱们的老祖宗明白 实色性也 这就是人性 是人类不可摧毁的意志力 二 心灵意志 自然界的长期演化 由无机物具有的反应的特性 发展到了低级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和记忆性 由低级生物的刺激感应性 发展到了高级动物的感觉和意识 最终发展到了人的意识和思维 人类的进化 不仅使人拥有物质性的躯体 更使人比起无机物和低等生命体 多了高级的意识 思想和情感 我们俗称为心或心灵 心灵成了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标志 作为宇宙中的高级生命 其高级所在 其高贵所在 其荣耀与尊严所在 就是在于这个心灵 心灵成了人类的主宰 有了心灵才有了人格 宇宙的生命意志 不仅赋予了人类 实色欲求的生存意志 同时也赋予了人类 心灵的本能意志 即心灵意志 心灵意志 表现在人类 不只是为了生存 更需要生活 没有心灵 只为生存 是低级生命体 有了心灵 还需要生活 才是高级动物 才是人 生存意志的根本诉求 是实色 那么心灵意志的根本诉求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人类对生活的 根本追求是什么呢 所有的人都会说 生活是为追求幸福 甚至会说 对实色的追求 其最终 也是为了满足 对幸福的追求 幸福是第一位的 如此看来 心灵的根本诉求 就是幸福 心灵意志 就是幸福意志 生存意志 体现为实色性也 心灵意志 则体现为幸福性也 心灵的根本诉求 是幸福 那么幸福是什么呢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